一看到金融市长当选的谢果良 民众开心的要求合照 一到早谢果良就到金融火车站南站 向通勤民众谢票表达感谢 谢果良以首度就新金融市政府筹组进度 提出说明表示 小内阁已经初步有名单了 有 有名单了 最近我陆续的跟一些人选都在会面 都在讨论 大家都知道小孩爸爸果良想要关怀弱势 所以我们推动的一些相关的局处首长 一定要有一些这方面的专业跟同理心 那也要有爱心 那招商引资是非常的重要 引进产业是重中之重 所以也要有一些足够的商业理解能力 以及商业关系网络跟人脉 然后再来我也希望在都市计划都市规划的部分 因为基隆希望市容能够更大幅的改变 然后希望我们有更好的建设 所以在都市计划方面 我们也很期待能够找到适合专业 而且可以帮助到基隆的这些专业的人才 至于副市长人选 谢国良开出三项条件积极寻找合适人选 不限国民党人士希望能和他有互补作用 我希望能够有些互补 然后我希望这个 也不见得一定非得是国民党的 那我也希望说 大家的工作默契 一定要能够契合 大家可以攜手打拼 我觉得这几个原则都蛮重要的 至于是否延览基隆市长林又昌团队留任 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我觉得是不是政务或者是林市长的人马 或者是说只是优秀的公务人员 我觉得我不会太分得很清楚 主要是第一个 大家要有共同为基隆打拼的理念 这样子 那我也了解到有一些政务人员 会随着他同进退 这个也是我所理解的 那如果是会随着他同进退的那些同仁 我也不会予以强留 谢国良随后赶到七鲁车站 与五党籍市议员张耿辉合体 向通勤民众举功谢票 对于外传某些局处首长人选 可能是为连任成功的议员 谢国良表示很多议员都是伙伴 不会把他们留在战场上 会和他们继续打拼 我们这些议员都是我们的团队 而且他们都是有丰富的经验 我主要是着眼在 他们是有着丰富的经验 像你刚刚讲的庄荣金议员 多届的议员 而且又是审查会主席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能够跟他请教 那有机会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争取他 为市民朋友多做一些事情 谢国良希望相关的局处首长 一定要有专业人力及同理心 希望一起为基隆未来打拼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道